上一集我们介绍了本人士之变后 看似很有希望的明知光秀 如何在十天之内从天堂跌入了无底深渊 如今他要在战略要抵三起步伐 等待与财秀吉和芝田信孝的进攻 无论如何对于现在的明知光秀而言 守住三起就意味着守住了京都的西大门 而由于京都内部无险可守 一旦三起战败 他就会耻辱地输在第一个来找他算账的芝田将领手里 而且很可能在将来的历史爱好者口中 变成芝田四天王中最菜的那一个 而决战的时候正是梅雨季节 当日下着雨附近的河流也处于高位 这些条件都不利于防守一方 一旦失利之后的撤退 这一场战斗就成了明知光秀命运中输不起的一战 一手史料没有任何关于这场战事的具体步骤和战斗的记载 大概是被封城秀吉清理干净了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后来的说法来猜一猜这场会战的经过 决战当日之前 明知光秀派纵城栽藤栗山守住通道 以防佟景顺庆游所行动 同时他要分兵防守晋江和美龙的各处 明知光秀兵力不足 只能在三旗的北面布阵 因为大本营就是在三旗的正北面 雨财秀吉回到福田后 会同射金重的池田恒星、中川清秀以及高山右径一起进兵 并且联络了当时正在从大阪附近北上的池田信孝和丹羽长秀 合起来兵力大约是两万两千人 不过辛苦回师的秀吉军已经因为连日赶路疲惫不堪 根本不能一战 而信孝和长秀的士兵也因为本能四肢变的突然而危机不前 那么明知光秀这边也是军心患散 前面说到的同景顺庆本来也应该是光秀的下属 可见他这边的组织力也已经很成问题了 于是这场三旗合战虽然秀吉方面兵力稍多 但其实全靠战力十足又熟知地利的射金重 在这场战斗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首先高山右近先到达了三旗 他封锁了三旗南面的入口 中川清秀则登上了东北的天王山 四肌迂回从侧面夹鸡鸣之军 但是封城秀吉为了避免两个人过早打响战斗 阻止了两个人的冒进 因此两军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不过火枪的对射一直没有闲着 据说直到决战当日 甚至连京都都能听到隆隆的枪击声 而后芝田信孝和丹羽长秀的八千人到达了战场南方 与秀吉的部队会合 与财秀吉眼看万事俱备 于是下令向明治光秀军进攻 然而由于三旗通道十分狭窄 反而不利于拥有大军的秀吉军向北面入口推进 根据当时京都的朝廷官员所写的记载 明治光秀打算一口气突破三旗 于是与正中央的高山右近部队激战 天王山上的中川清秀部队下山支援 而池田恒星则沿着河流从高山队的右侧进行斜击 此外还有黑田官兵卫以及羽才秀长等人 下山攻击明治军的右侧 开战后不久由于高山中川以及池田三队的奋战 光秀军很快就处于不利的局面 到了半晚左右人数处于劣势又收到夹击的光秀军 抵挡不住秀吉军猛烈的攻击 已然溃不成军各队纷纷败走 而来不及逃走的光秀军的士兵在惊慌中掉到了旁边的河流里 淹死者慎重 池田军一路追往祖北 明治军逃到了东北两公里外的圣龙四城才得以停歇 但圣龙四城也迅速的被包围 这是位于京都中心西南唯一可守的城堡 曾经被西川藤孝加强补剑 此时他是明治光秀最后的希望 可以说是谨慎的理论上的翻盘可能 比如对峙时天降陨时砸中池田信孝的部队 或者龙卷风摧毁池田军的攻势 这种大运虽然没有来 不过还是有一丝的好运落到了光秀的身上 因为赶来包围的是封城秀级的部队 虽然借着首战的胜利正气势高啊 但实际上早已疲惫不堪 包围措施很不修细节 司马辽太郎在小说中说是 稍微有点惊艳和常识的士兵都明白光秀大势已去 所以放松了警惕 纷纷脱下铠甲休息 于是仍然希望奋斗到最后的光秀 看到了机会 他率领轻卫队逃出了圣龙四城 顺着河流北上向版本城逃完 但这次赌博反而成了他的催命符 光秀成功的带领小部队逃出了圣龙四城 上天却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出奇的结局 根据后来秀吉方的资料所说 光秀逃往版本方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荷 以及不让别人察觉 一行人脱下了铠甲 他们途经的村庄或者是出于防卫意识 或者是真的知道光秀正从此经过 版本当地的村民纷纷拦在光秀的去路前面 其中据说有村民从树丛中以削尖的竹枪 非常巧合地刺中了正在经过的光秀的侧负 使得光秀最猛并且大量流血 村民见机就扑上去杀死了明治光秀 并且斩取了他的首级 而其余的数十名随从也被村民所杀 一有说法指出光秀是富山 在随从拼死的掩护下到了附近切副自杀 并且命令一名侍卫在自己死后斩下首级 不要让任何人夺得 看过大和剧增田玩的人 应该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 可惜这名侍卫最后也被截获 光秀的首级最终还是到了秀吉的手里 此时光秀多少岁的说法也不统一 有人说根据他的词词句来看应该是55岁 也有人认为光秀应该更老 不论怎么样 以光秀早年的活动时期来判断 光秀死的时候应该是在花甲之年上下 顺带一提光秀被竹枪刺死这种说法 未必是秀吉对他的污蔑 因为在当时这样武士遭到普通人袭击的情况是挺普遍的 日语中这个词叫做弱者之首 简单的意思就是棒打落水狗 前面也提到了光秀之前的祖军 将军阻力一招 在逃往西国的时候也遭受到了庶民的袭击 虽然没有像光秀一样被杀 但身上的衣服被拔光了 当时的农村村民本来就是领主的基本战力 即使不打仗 随时也是可以变成武装分子的 这种抢劫落难武士的行径 是他们发财力功的好机会 除了首级之外 落难者的武士刀铠甲也是值钱的东西 即使这个首级不能让大明提拔他们为家臣 他们也可以通过武士刀和铠甲发笔横财 无论如何在短短的十天之内 明治光秀从掌握着天下中心的新兴势力 转眼就成了命上于农民之手的没落武士 可真是命运无常 光秀的死讯传到封城秀集郑中的同时 也传到了安土城 当时所谓安土城的明治秀满 得知消息以后立刻率领残兵撤出安土城 回到了板本城 在途中经过赖天桥的时候 又发现了神出鬼没的三缸井龙 便顺手再次烧毁了赖天桥以争取时间 此时的板本城已经兵匹马乱溃不成军 所以秀满就杀死了光秀的遗双 以及留在城内的七小们 然后命人放火焚尘 自己则在火海中切腹自杀 与板本城一同被火海吞并了 这个明治秀满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人物 有机会的话我会专门出一切 原本负责戒备同井顺庆的栽藤栗三 在三骑核战之后 逃亡到了板本城附近的尖田 然后被俘获 秀吉将他放在囚车里绕京都城市中 然后在京都的六条河园斩首 两天之后 明治光秀的首集送到了封城秀吉面前 秀吉命人将光秀的首集与身体缝合 连同栽藤栗三的尸首 赤裸裸的吊在京都的利田口市中 就这样发动了本能是之变的光秀 最终落得个蚕死被辱的下场 这里是巫女花善理 下一集我们将讨论 林之光秀有没有在三骑核战中活下来 以及一些有名的说法 我们下期再见